字幕志祭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美國聯說局主席白藍克成功零任 美股方面跌跌116點 好消息沒有作用 反映美股市底挺弱 10000點大關有機會跌破 港股不太好 港股今天跌破20000點大關 最低見到19916點 幸好收市也升了一點 最後跌幅收窄跌了234點 恆指收市價20122點 成家方面增加了一點 到695億 看今週走勢方面 港股跌多少 604點 美股到星期四跌了53點 上海方面跌146 日本跌393 整個外圍方面不太好 港股怎樣走勢會否有反彈空間 我們先看看圖表 港股可否上去 近期難一點 今天港股方面 試過低開 後來星馬上上面 發覺力度也不夠 所以留意到今天的頂 比昨天來說 是低一點 上面這個叫手 你發覺也挺長的 腳又短一點 換言之說 上面的股額比較大 下面的買盤承接比較薄弱 所以今天來說 曾經試過破底 上市的底部來說 是星期三所見 19924點 今天來講破底 破低了8點 19916 雖然這個幅度來說 破低的幅度不是太多 但問題始終來說 都不是那麼好的 要港股反彈 在什麼情況會有呢 我們試一下做一些技巧的變化 看看這個圖 這個是近期的走勢 今天來說就是這枝巴 如果要港股反彈 在什麼情況可以 試一下把東西搬進去 這個東西 我們試一下放進去 是一個人工添加 好 就這樣 如果要港股反彈來說 有三枝巴 這三枝巴 我自己加進去 意思是 第一枝 十字星 第二枝 短小陽線 第三枝 大陽線 這樣的機會出現了 港股的機會反彈 十字星和短小陽線代表什麼意思呢 在底位方面的 就橫行 可能後少會轉向 再加一個陰陽燭的陽線 代表買盤來說 力量強勁 在這個情況之下 走勢 有機會再推高 這個 我們估計如果有這個情況出現了 港股的機會就反彈了 大家留意一下有沒有這個現象 看看走勢 港股現在就不是那麼好 包括其他指標 這個MACD MACD 現在來說 主線紅色線 在零的樓下 樹狀圖都是零的樓下 雙紅信號 走勢方面 都會再拖低 外圍方面會不會好一點呢 我們看看美股方面走勢 美股的狀況 大宗時的表現 美股來說 都不是那麼好 美股來說為什麼有機會 撿回一萬點 近期走勢來說 這部分都跌得很急 兩條大的陰線 好 接下來 你留意一下 近期每一天美股 都比較知情的低位 是低一點的 換句話說 升那下動力就不夠 反而下那下就不斷想破底 所以美股方面 小心一點 一萬點 一萬點一來心理關口 二來的 這個我們所說的成接區 這裏就是美股近期的防守線 你說在德國方面的股市走勢怎樣 德國的法蘭哈福 走勢方面都不是那麼好 近期來說都破近低位 一條大的陰線 英國如何呢 好 英國金融時報指數都是 一個 陰線 而陰線之中來說 這個手或上演來說 都挺長的 代表什麼意思呢 孤壓來說都挺大 這些外圍方面 美國、英國、歐洲那邊 都不是那麼好 你說 在亞洲區怎樣呢 譬如我們說上海方面 好 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來說 近期的壓力 都挺大的 看得到 還破了近期的低位 這個走勢來說 都暫時不是那麼正面 因為為什麼 頂部有很多沽壓 反而擔心來說 會再試一些低位 設施的幅度 所以你看到 上海綜合指數來說 那部份三千點來說 都守不了 這些來說 留有走勢狀況 近期股市來說 有些學生問及到 買股票好呢 股票未有 想長線投資 如果長線投資來說 現在來說 要買的話 要分段入市 分幾多段呢 三段 哪三段 二萬 萬八 和萬六 為什麼呢 三段來說 平均來說是萬八 這個防守線來說 都好一點 如果有些人未有股票 想愛股票長線投資 這個方法 當作一個平均的入貨方法 螢富基金是一個選擇 為什麼呢 平衡到42隻藍售股的風險 有時候入貨來說 記住 分短 不要太多 好我們下個星期一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